一位孕妇遭到殴打 差点就引发了暴动 10号晚间有一对来自四川的夫妻 在广州一家超市前面摆摊就挡了通道 而警方上前劝阻不成 居然是出手殴打怀有身孕的太太 一旁的民众都看不下去 马上就来帮忙 跟警方也大打出走 这个场面是一发不可休时 演变成了千人暴动 上千人围绕着一台警车 不断叫嚣表达不满 机场发生在大陆广州的千人暴动事件 越演越烈 路火中伤的民众看到警车就上前一阵乱打 还有人经不起推挤 倒在路旁现场一片混乱 还有抗议民众当街纵苦焚烧大楼 警方出动大批人力 拿着警棍和盾牌 甚至还出动催泪瓦斯驱赶民众 已经持续三天的严重冲突 起因是因为10号晚间 一对来自四川的夫妻 在路上摆摊却阻挡了通道 警方向前劝阻不成 却口出而言 甚至殴打这对夫妻 恶劣的行径让一旁的民众看不下去 不是推是打 当场这个任务就大出血了 观众也就打抱不平的 有的人有很多人就是那里 从他搞起来 从治安队都搞起来了 但是治安队的人多吗 失踪吗 都有铁棍吗 几个人很多人打打打打打 天正的冲突虽然稍微缓和了一些 但白天还是有不少民众上街抗议 小小的违规事件也变成千人暴动 也让原本宁静的城镇瞬间失去秩序